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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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除川陕现有的九万三千兵马 敬你将军傅宁安的八万兵马 另外青海 甘肃 四川 陕西四省 都归年根瑶节制 你就在这洗草 待会朝会上宣告 这 皇上 您的女婿哈庆生 到尚书王托人说过几次了 让见着您的时候提一提 能不能从西北大营 把他调回京城来 给他另谋职位 他妄想 另外 他还特意从四川 给您带来了十几楼秘局 正想给您进上来呢 他这事你不要管啊 朕自有安排 那十几楼局子 通通到金水盒里去 这 雍正二年恩科进士 桂陵皇上圣誉 你们都是读书人 十年寒窗苦息圣贤之道 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呢 朕赐给你们三个字 第一个字 是功 第二个字 是中 第三个字呢 是能 在这里啊 朕向你们介绍几位榜样 张庭玉 朕赐 他弟弟张庭璐 出任会市主考 寻思舞弊 那么多人上折子来保他 可是张庭玉呢 他上了一个折子 主张严办 他这就是功 功而无私啊 李福 臣子 他就是朕为你们树立的第二个楷模 中的楷模 他这次担任会市副主考 是他第一个发现了科长舞弊的事情 他完全可以装聋作哑 犯不着得罪那么多人 冒那么大风险 灌沙冒出考场 举发这件事情 后来 有人告发你们近视当中 有些考生去了青楼 他竟然不顾朕的主张 顶撞着 非要把这些考生刷下来 他认为 代朕办差 就一定要对朕负责 就要把这个事情办好 这就是忠 忠心不二 下面 朕还要为你们找一个 并非刻甲出身的楷模 李大全 在 宣田文静进殿 喳 宣田文静进殿 臣田文静 恭请圣安 朕派他到山西去 调查藩库还款一案 他孤身入尽 四面皆敌 但是他却能 从不能入手处入手 不能进取处进取 最后 终于将真相 大白天下 这种捏杀成团的手段 当之无愧一个能字 所以啊 有真学问 也不一定都是科甲出身 你们要好好向他学着 只要具备了这三个字 朕就会不拘一格 大胆启用 这一次 朕就启用了田文静 为河南巡抚 李渭为江苏巡抚 就在今天 朕还启用了年庚瑶 为西北隋远大将军 朕不怕别人说长道短 只看真才实选 现在 朕还要启用两个人 第一个 是你们这一期的主考 礼服 朕命你 为湖北巡抚 起来吧 望你能在短期内 将湖北亏空追回来 并将那里的 励志民生 切实整顿一番 臣鞠躬尽瘁 一定不辜负 皇上的圣罢 第二 就是你们这一颗的炭花 刘莫林 他两场的考卷 朕都看过了 他说读得很好啊 朕想把他留在身边 做朕的试读 怎么 你不愿意 朕问你话呢 谢 皇上 隆恩 夫人 夫人 十三爷 您帮帮我 您是有名的侠王 您带我向皇上重奏 这此官 我不做 皇上的深恩 我下辈子做牛做马 再报 朕雷啊 别着急 有什么话 你跟我慢慢说 他又回书医院了 我知道 她是怕误了我的前程 十三爷 她是天下第一好的女子 我不能负她呀 我不能负她呀 难得呀 难得 好 就冲 你们两个天底下第一号的糊涂袋 你是三爷 今儿就帮你们一次 起来吧 开门呢 开门开门 快开门 大人 这位大人什么事啊 我们可是在顺天府 上了急得正宗院子啊 你就是这儿的保姆 是是是 来呀 在 抓去 抓 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抓我呀 凭什么 就凭你逼梁为娼 冤枉冤枉大人啊 我老婆子可从来没有逼梁为娼啊 没有 那我问你 那苏顺青已经让人赎了身 你怎么又把他逼回来 让他卖娼呢 大人 没没有 没没有 还敢抵赖 张嘴 龙大公子 快来救我呀 龙大公子 快来救我呀 你们是哪个衙门的 你又是哪个衙门的 你他妈问我是哪个衙门的 你问我是哪个衙门的 告诉他 你没长眼啊 这是当朝龙中堂的大公子 哦 原来是龙大公子 不会吧 龙中堂家教这么严 他老人家的大公子 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呢 你们究竟是谁的属下 为什么偏通我过不去 不敢 下官是宜亲王十三爷的属下 大公子 为什么偏要同十三爷过不去呢 走 龙大公子 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呢 龙大公子 来呀 把这都给我疯了 龙中堂 皇上说他累了 有什么事明日再说 这个聂长 迟早要了我的命 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 给九爷十爷十四爷请安 怎么停了 接着唱 还不快滚啊你 这 等等 你呀 可以把这件事情给揍上去 不敢不敢 你就说呀 我们哥几个呢 在弘扬圣人的礼法 这 走 爸 爸 他 你看 哎 你看 哎 哎 哎 你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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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走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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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把这些歌女轰走 赶快走 多行不义 闭自闭 这口气 你受得了 我们受不了 八哥 他们介意考生的事 整夜的羞辱你 又暗中挤得老十四 愣把一个大将军 派给了异性奴才年庚瑶 可你呢 还一个字的张若儿 替年庚瑶调集军区粮草 八哥 就算咱们不当 那个什么总理王大臣 你还是先帝爷 清风的廉亲王呢 你怎么就 呕得下这口气呢 住口 没错 他们是给我弃手 可你们 你们呢 你们让我伤心 我不是什么总理王大臣 我更不稀罕 廉亲王的爵位 我是先帝的儿子 爱心觉罗的子孙 十几万叛军 都打到家门口了 我不会因为自己 受了一点气 而致列祖列宗的江山 安危于不顾 更不会自甘下流 去当街丢丑 是啊 我们是自甘下流 致列祖列宗的江山于不顾 可你呢 那天你找我的时候 怎么说的 到了关键的时候 你倒成了贤王 成了雍正的忠臣 我们倒成了爱心觉罗 不消子孙了 想怎么干 你就怎么干吧 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老师 咱们走 免得人家瞧着我们伤心 朕的忍耐 也是有限的 怎么了 要不要传太医啊 没事 最近有点伤风 总是咳嗽 我是皇上 臣弟 我恳请您 像您刚才说的那些事啊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千万不要和那帮人一般见识 放心吧 他们这么做 无非就是为了败坏朕的名声 可朕的名声 也不是那么容易败坏的 朕不会因为这些事 落到手足相残的罢名 朕只是在想啊 老十四一向自命清高 深居简出 为什么这次也跳了出来啊 他是对那个大将军王耿耿于怀 傅宁安将军并是旧部兄弟 而等接我八旗 历经百战之巴图路 吃马欲鞭 挥刀杀贼 皆分内事业 为俯首听命于 一包衣奴才 是我满人永世 前所未有之大辱 朕担心的是 西北的军事啊 参见大将军 起来吧 各路将军的人马 到今天为止 都算到齐了 蒙皇上的恩宠 和朝廷信任 叫年某 也任大将军一职 好 你们都坐下 傅宁安将军 您是皇上亲定 作战经验丰富 你有什么高见呢 你是大将军 该怎么用兵 你说吧 我们听着就是 既然傅宁安将军这样说 那我就部署用兵方略 请大家仔细听了 因为 茫茫荒漠 叛军飘忽不定 而我军失去地利 粮草转运十分困难 当时 圣祖仁皇帝 就曾指出 西北大大不是兵马 而是乾粮 盛名逐兆 一言重地 而我军 汇去了二十三万兵马 最为关键的是 要保证粮草军需的供应 才能站门脚跟 步步为营 与他们做持久之争 因为我军粮草转运困难 叛军同样粮草转运困难 只要我们能保证粮草军需 源源不断 同时切断叛军的粮草供应 那么这种形式 就会扭转过来 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 到了那时 再与叛军决战 方能一股荡平 诸位 以为如何呀 请问年大将军 我们要和叛军 这么相驰多久 四年 八年 还是十年 二十多万大军 每天的军需粮草是多少 朝廷能拿出多少钱粮 让我们和叛军耗着呢 打仗 就是真刀真枪 血光相拼 世上谈兵 迟早是要务事的 那么我倒想听一听 什么才不是只剩谈兵 福宁安将军 你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那我说了 年大将军会照我说的去做吗 只要你说的在理 我年某自然会采纳 好 我的意思很简单 那叛军只有十几万人 而我军有二十三万之多 趁现在罗布藏丹增和阿拉布塔还没有会合 我军立刻全军出击 将叛军一股荡平 一股荡平 那么请问叛军现在在哪里 二十多万人马从哪几路出发到哪里去会合 这么多人的粮草又如何随着大军转运呢 这些就是你大将军的事儿了 那你们就听我的将领 岳中旗 岳将军 在 你率领四川的三万兵马 部首礼堂巴塘和黄胜关 严访罗布藏丹增入川 如若叛军有一兵一卒进了四川 我唯你试问 喳 福宁安将军 说吧 你率领所部八万兵马即刻细进 进驻吐鲁芬和喀斯科 隔断罗布藏丹增和阿拉布塔会合的道路 年大将军 从这儿到吐鲁芬 喀斯科几千里的路程 茫茫荒漠没有人烟 恐怕我这几万弟兄还没有走到 就会都完了 这个将军难以之刑 你想抗命 是乱命 谁都能抗 你以为我这个大将军治不了你 治我 可以 你得问问我这八万弟兄答不答应 你们这都干什么 都干什么吗 怎么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了 坐下 都坐下 傅宁安将军 你如果有什么用兵方略 你写个条陈呈给我 带我禀奏皇上 咱们再定 我的方略很简单 那就是即刻找到叛军 与他们决战 好啊 等你找到了叛军决战的时候 告诉我一声 好 那就这样吧 走 大姐女 你们也回去待命吧 你的想法 朕深以为然 朕将二十多万兵马交给了你 也就是将设计的安危托付了你 你要有雷霆手段 不能丝毫手软 该怎么做 放手去做 朕会支持你 就是做错了 朕也不会怪罪你 军需粮草 朕自会源源不断的接近你 总之 你要替朕争气 剿灭了叛军守住了西北的门户 你就是朕的恩人 好 傅宁安是好样的 那年庚瑶捅不住二十几班大军 到头来 这大将军还得你去 那也未必 别忘了 还有个老十三呢 你还不知道吧 过不了多久啊 老十三只怕连路都不会走了 怎么能带兵器打仗呢 好 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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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 怎么又见红了 我看 还是告诉皇上 请太医院的太医 来给你看看 哪 哪 哪有死人了 我说了 这事不能让皇上知道 可是 你少罗子好不好 去 把那些折子给我拿过来 衣服 衣服也会准备好 待会还得去兵部呢 去呀 来人 在 这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 是昨儿给您送来的 属下们看您太累了 没敢惊动您 是今天早上一起给您送来 这是什么事 你们竟敢单肯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告诉你 如果西北损了兵马的话 我为你们试问 这就是说 一万人 两万人 甚至更多人的性命都 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啊 再说了 为了大局 有时候也不得不这么做 报 傅宁安将军 已经和叛军交战 埋谈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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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韩军逃向阿斯坦峡谷 奉年安将军已经率兵追了进去 大事不好 约将军 在 走 这里必定有埋伏 约将军 在 你带两万兵马马上到峡谷口 多用弓箭 带我军逃出 敌军追击的时候用弓箭拦住他们 全军出动 跟我去迎接傅宁安将军 挤 揍 啊 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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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